有没有发现 市面上出现许多主打低延迟的游戏耳机 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售价通常在200到500元不等 但他们的体验到底怎样呢 不想当酒菜 踩坑我们来 我们这节来测试一下 咱们这次也下了讯吧 买了四台当下比较热门的游戏蓝牙耳机 来体验一下 分别是雷蛇战锤狂杀 红魔BH4004 漫步者GM4 以及飞制XC 这里备注一下 AirPods并不是主打低延迟的游戏耳机 但毕竟是苹果售价最低的蓝牙耳机了 我们就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对象 来看看以上几款游戏蓝牙耳机 是否体验更加 这几款耳机的延迟和价位如图所示 看起来都是很低的 但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马上进入实测环节 可留的小伙伴不太明白 蓝牙耳机延迟的原理 咱们来介绍一下 手机里的音乐会先进行压缩打包 再通过蓝牙无线传输到蓝牙耳机 蓝牙传输是光速 基本不会存在延迟 但蓝牙耳机收到是无法播放的 还需要压缩信号 数模转换等过程 而这个过程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就是蓝牙延迟的罪魁祸首 要减少这个过程使用的时间 蓝牙耳机芯片和厂家的编解码技术 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先看蓝牙芯片 除了苹果和华为有自主研发的主控芯片外 传统耳机厂商都会采用高通QCC的解决方案 而部分型号会去采用中国台湾的芯片 此次测评的雷蛇、漫步者、红魔 用的是PIXAR的原项的蓝牙解决方案 都属于去年主打低延值的PAU16系列 而飞制使用的是今年刚发布的横旋芯片 在台式芯片中 我对原项和横旋还是比较看好的 毕竟洛达和锐益的名声 都被华强北的假AirPods搞臭了 但这几款蓝牙耳机谁都表现更好呢 我们马上进入测试环节 检测方法也是简单粗暴 追击中的枪声短暂却快速 只有那么一瞬间 咱们在同一场景同时开枪 指甲敲击屏幕录下声音分析音轨 看哪款耳机最快听到枪声 音轨中的第一条线是指甲敲击屏幕的声音 而第二条则是枪声 表现最好的是飞制XC延迟为220毫秒 雷蛇紧随其后为250毫秒 但漫步者居然高达270毫秒 和不是游戏耳机AirPods相似 这个表现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当然了 这里肯定会有小伙伴提出之理了 你这是在安卓端测试的 那iOS端呢 于是我们在iOS端 选用了iPhone 11 Pro Max进行测试 结果真是令我大吃一惊 所有耳机的延迟都大大降低 平均都下降了70毫秒左右 只不过自家的AirPods 可能因为年头比较久了 延迟表现依旧最差 达到了210毫秒 但就从主观体验上来讲 低于200毫秒的延迟 感知就不会太明显 但我发现哪怕是在iOS端 大家的延迟都降低了 这还是和介绍里面的不一样啊 产品介绍里不是说50-9小秒的延迟吗 那为什么测试出来的数据相差这么多呢 更离谱的是 我们测试出来的有限耳机延迟居然为100 这就离谱 不行 我得问问客服 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 其他店铺产品我们不是很清楚 日常操作了 一问三不知 不过还好 我又正在从事蓝牙耳机行业的朋友 他们告诉我 详气页上标注的延迟 是无线耳机与有线耳机延迟之间的差值 嗯 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大家就自行体会一下吧 更新更好的蓝牙芯片 带来更低的延迟是一方面 自家个研的编解码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去这几款产品的官网上搜索了一番 结果发现 只有飞制和漫步者这两家有所标注 不过就结合之前的测试结果来看 飞制自研的第三代FocusB的技术 也是颇有建树的 延迟表现是一部分 作为耳机音质也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 音质除了耳机的调校之外 耳机的单元大小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地方了 其中飞制XC和战锤狂杀的单元大小 达到了13毫米以上 但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的听音取向并不完全一样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交流一下 你觉得哪家的音质更好呢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音质实测环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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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模式下 耳机亮起的红光 也有点辣眼睛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 相对来说 正常模式亮起的白灯 就好看很多 并且这么大的体积 也会带来一定的密集凸起 这揣在裤兜里 总感觉怪怪的 再接着 就是漫步者GM4 通红膜一样 也是RGB大差 不过我亮的是蓝灯 还别说 蓝色感觉是要比红色好看一丢丢 但是还是普通模式下的白色 最好看 这个充电壳怎么说呢 总感觉做工一般般 边角的打磨处理不是很好 有些地方还点个手 也希望后续型号能够改善一下 然后就是灰色配色的飞制了 比较圆润 体积也更小 拿着会比前面两款舒适 放在口袋里也会更舒服一点 但是就从外观上来讲 这有点过于简单了吧 看起来也不那么像游戏耳机了 不过还好 指示灯被安排在了开盖处 打开时亮起的蓝灯 为整体添加了一份质感 耳机的设计 同充电仓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线条配色都多了起来 看起来还真有那么几分游戏耳机的味道了 最后就是雷蛇了 也是圆润小小型 不过相比飞制XC 更窄更长了一些 整体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很便于携带 耳机上两个雷蛇的logo 还是十分醒目的 辨识度很高 不过这里还是要吐槽一下 磁吸的结构做的并不是很扎实 每当耳机放入充电舱中 总是会有一些异响 给人一种很廉价的感觉 但外观这方面 还是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大家觉得哪款男牙耳机更好看呢 另外我们还对几款耳机进行续航测试 左边是耳机单次使用的时间 而右边是配合充电舱使用的时间 这里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最短的雷蛇只有15个小时 而飞制XC居然有30个小时 虽然咱们并没有查到这些耳机的电池容量 但我相信 飞制能有这么好的表现 和其搭载今年最新的芯片是有很大关系的 毕竟 其他三款产品都是去年老芯片的 也期待其他品牌早日发布新品 搭载上最新的芯片 带来更好的体验 真无线男牙耳机发展到现在 也有好几个年头了 各家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 各有特色 就这次测试的几款耳机 咱们也是根据自己的使用体验 为一些耳机打分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无线耳机延迟 真响低于有线耳机 那确实还有点困难呢 毕竟这是被硬件所限制的 但从实际体验上来讲 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也希望未来各个外设大厂 好好发力 研发出更好更应用的蓝牙耳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想看什么 其他产品的横屏测评的话 可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 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不想当韭菜踩坑 我们来 我们下期再见